时间不太多,所以我们假设资料已经下载了之后 后面呢我就多写了几个sub,包含什么? 删除,因为呢我刚刚讲第一个问题 他的 第一页呢会有这个标题列 第二页也会有,一直到63页都会有 那我要怎么删除最好? 那我就利用之前我们写过的那个方法 就是for i 等于什么?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用追踪的 到第二列,因为第一列这个不能删 step-1,特别重要step,因为我倒过来找 那怎么找到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A栏里面的资料,假如是等于日期这两个字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的逻辑嘛 一个回圈 从下面往上找 找到之后的话,找到日期 你想说为什么不从上面往下 我讲过啦,因为你如果删掉的话 它顺序会乱掉 所以可能 会因为这样关系会 没办法删 到我们需要删 所以理论上我删除列,都会倒过来 所以执行这个,第一个 执行它 然后第2个的话呢 这个把它改一下 这名称一样不行 改成2好了 所以第一个就把 这个多余的列删掉 它就啪啪啪啪,全部一下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三个合并在一起 那什么三个合并在一起? 这边有一个叙述啦 也是从头往下 这个就不需要倒过来 从第2列一直到往下 然后Mod3是 就是除以3之后的余数如果等于0 除以3 为什么除以3 等于0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 他的i的词 就是列号 列减掉2 减掉2的话 意思就是说归零啦 就是 比如说第2列 假设这一个 理论上就找这一个 跟这一个 就是 里面是 粘的部分 然后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后面把它格式化成 我们需要的 这个日期 所以 你会发现 现在是抓到日期 那日期 它现在 里面原始资料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再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特别注意 就是点 Lumber Format Local 然后面的话就是 YYY 斜线 M斜线 D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格式化 其实有点像是 我们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就是一样 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其他都一样 再来的话就是 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 不是我要找的 每三个嘛 所以再来就找这一个 那一直在推 全部呢 都帮我格式化 把那个日期 做正确的格式 底下都全部格式化 再来就是删除 多余的这两列 所以一样倒过来删 把多余的这两列 它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 底下的这两列 因为主要我们日期已经有了 那底下这两列就多的 那我就用什么 删除列 一个一个帮我把它全部删掉 那删的方法一样 往 由 下往上删 你会发现 删完之后 已经很接近我们要的 再来的话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 要把这个 把它怎么样 切开来 放在六个 分开的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地方 那我就是 先增加1到6 所以这边先增加1到6 1到6 然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 剖析 剖析我里面是放 用了一个函数叫做 VBA里面也叫Split 有点像是那个资料剖析 帮我把这些剖过去 OK 剖过去 所以这边剖过 那因为剖过去之后的话 B缆就不需要 所以最后再把 B缆给删掉 然后 再来就是 蓝宽自动调整 就 AutoFits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把 所有的资料 做出我们要的 特别号 加 6个号码 OK 就大功告成 所以 从那个 2021年 今年 8月13 6个号码 再加上 Ctrl向下 这边 如果这边 通通都有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做统计分 所以后面的部分 假如 资料抓下来 请各位 一样 不过这个可能要自己再花一点时间的啦 你帮我把那个1到49号的几率算出来 哪一个排名最高 告诉我前7名 这个也许就是当成各位的回家作业了 就是说 回去试试看吧 那因为 时间的关系 大概就先讲到这 后面有些地方程式 我大概run 至于怎么写 也许 回去各位可以自己再 稍微看一下 有问题也欢迎可以提出来 因为这个是 我想出来一些方法 最后的话 当然我有 用了 一个所谓的 如果假设你要 一键完成的话 那你可以用 Core 写一个大乐透 这个下载 然后 Core第1个 第2个一次类推 最后 跑完之后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不过 跟各位讲一下 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可能会 是问题的点 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 这边所有的资料 有没有发现 他都什么 靠左对齐 有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用那个Splitter 这个函数 VPA里面这个函数 所切割出来的资料 他 都会 把它变成文字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做那个统计分析的话 那会出错 那怎么办 必须要把这些资料 全部 转换成数字 否则的话 会出错 这个可能要 特别再注意一下 OK OK 那 大致上 就是这样 其他的部分的话 可能请各位在自己再run一下好了 OK 那画面下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讲的部分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 大乐透的历史 资料下载 那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我们原则上 就是 大 简单讲了一个 我是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个 所谓的网络 爬虫 用 这个 Excel 就可以完成 比较重要就是 Querie Table 就是 找一下那个网络上面 他的 第几个表格 但因为这边会牵涉到一个就是网页的html 概念 所以这个可能要 你们再稍微把那个 课后再自行再稍微看一下影片 可能有些步骤如果做得比较快的话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原则上 先试做看一下